中单位这个 然后打打架比较频繁就这个第二件 然后六神砖六神砖就这样 然后发育沙灯苏起不来或者发育比较到位就 就把沙灯苏补成 把沙灯苏换成这个或者是发育够好 沙灯苏没掉真正的六神砖 哎呀不对 真正的六神砖 哦不行不行不行 真正的六神砖不能换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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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得乌鸦 真正的六神砖得乌鸦 不然你移数太少了 不然你没移数 我想起来了 对对对不能换纳神 换纳神的话太笨了 你换纳神的话 你换纳神的话 你杀人输一个加速不够 你杀人输一个加速不够 340 340加10% 你算他加34才374 不行不行 六神砖不能换纳神 六神砖不能换纳神 得乌鸦 得乌鸦 六神砖得乌鸦 正常常规六神砖应该就这样 然后 哦鬼叔 鬼叔的话要出可以 但是 很垃圾 这个是最垃圾的 这个东西的伤害甚至不如乌鸦 这个装备的伤害甚至不如乌鸦 这个装备有点吹鸡巴 这10点穿透有点吹鸡巴 其实他改的时候我就感觉这装备有点吹鸡巴了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太贵了 3000块钱太贵了 他以前是多少钱来的 2500 2500 2500少了10点穿透 少了10点法强 是吧 我没记错的话 少了10点穿透 少了10点法强 但是贵了500块钱 多了10点法强 更10点穿透 不行 这装备可以出 但是第三件出你就是功能型艾克了 不借除 我只能说不借除 除非你真的存困 然后没有钱 可以出 就这么多了 鬼叔不考虑 鬼叔有点吹鸡皮了 鬼叔有点吹鸡皮了